等一下 謝謝啊 我來吧 起床 是一層 謝謝啊 重慶小麵 礦泉水 是我 怎麼樣 那邊換點水槍喝光了吧 沒有 那個辣度正好 挺能吃辣的 之前沒見過你 新滿來的 嗯 我叫陸景文 你好好請領居 忘了問了你叫什麼名字 陸梨 你也姓陸 你是哪個陸 大陸的陸 我是小路的路 這麼有緣不如下個微信吧 我沒帶手機 那報一下微信號碼 忘了 我先走了謝謝 謝謝 程旭員 我好像這沒交往過 有意思 我剛剛想給你打電話呢 這就叫心有靈犀 怎麼樣 順便好點沒 你放心吧 挺好的 啊 我剛剛辦了一張手機卡 我等會兒把號碼發給你啊 嗯 對了 你今天面試怎麼樣 本來呢 都挺好的 但是對方一聽說我是孕婦 立馬就變臉了 還用我沒開什麼 離職證明當藉口拒絕我 你怎麼這樣啊 這是職場偏見 她可能是覺得孕婦不能為公司 創造多少效益 還要提前享受各種福利 一旦落用了 還有可能承擔一些 不可預知的風險 所以啊 現在職場女性怎麼這麼難啊 為什麼男生就不用再懷孕啊 結婚啊上面受到久也歧視啊 不是現在都說男女平等嗎 怪不得現在這麼多人 不敢結婚不敢懷孕 爹 要我說 你以後去面試 就別主動說自己懷孕了 那不行 這不是欺騙嗎 這哪算是欺騙啊 頂多算是隱瞞 我是怕 你要是繼續實話實說 沒有公司敢用你 好了 說些開心的吧 你說 楊某某要當媽媽了 你看 這麼快啊 對啊 昨天剛帶她去寵物醫院檢查的 剛懷孕不久 那天氣還在你家嗎 在啊 嗯 葉先生還沒出差回來呢 那就奇怪了 哪裡奇怪了 誰啊 這麼晚了 我也不知道 那我先不跟你說了 對了 你到我們公司 幫我開一張離職證明記給我吧 好 我明天就去 你放心吧啊 嗯 你注意安全啊 拜拜 拜拜 來 誰啊 陸景雯 昨天我們在電梯裡面見過的 嗨 你怎麼知道我住2115啊 因為這一層我都敲過了 都不是你 而且你知道多巧嗎 我就住你爐上 你找我有事嗎 哦對 你是學計算機的吧 我這電腦進水了 有一個重要資料有用 你能幫我修一下嗎 計算機專業的 不等於修電腦的 我知道 好 所以能幫我修一下嗎 那 那你進來吧 謝謝啊 唉 不是應該吹乾嗎 怎麼還有水噴呢 這是酒精 你怎麼知道我是學計算機專業的 其他專業的人 是會看代碼大全這種書啊 你不是說 計算機專業 不等於修電腦嗎 我給你操作挺顯熟的 可能是我親戚朋友 都喜歡在電腦旁邊 放一杯水吧 嗯 你在找工作啊 嗯 新海大學 我說第一次見你 就覺得你這麼面善呢 原來是我小師妹 你也是啊 重新認識一下 新海大學文創學院 零九級畢業生 陸景文 以後你可以叫我陸師 你要是還沒找到工作的話 有沒有興趣來我們公司啊 你們公司招程序員 不是 是網絡管理員 我們那是影視公司 那我去做什麼 很簡單 負責公司的社會維護 還有處理各種電腦的故障 以及網絡系統安全 別著急拒絕 普通的程序員我也看不上 我主要是看你還挺懂 修電腦的 所以想要請你過來 公司離這兒也不遠 上班很方便 最重要的就是 薪水也不低 那平時加班多嗎 時間很自由 看你自己調配 如果動作快效率高的話 你應該不用加班 可 可是我 我是怕 你要是繼續實話實說 沒有公司敢用你 怎麼 還有什麼顧慮 沒有了 我願意加入貴公司 只是 我不需要去公司面試嗎 這就是面試了 恭喜你 通過 陸總早 早 正好 乱 雲 瘋子 装了我 你 你